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 會有一個新的方式和大家見面 晚間新聞或者會取消 但是不代表我不做 是會用不同的形式和大家見面 一有最新的消息我就會馬上錄 立即上載上去 沒有了晚間的固定節目 會多些恆常的節目 但是很短的 首先要說今天是歷史性的一刻 歐盟27國成員領袖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了兩天的峰會 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 在星期四在社交網站表示 歐盟領袖同意授予烏克蘭和摩爾多亞候選國的資格 形容是歷史性的時刻 標誌通往歐盟的道路上 又賣出關鍵的一步 認為彼此未來都是在一起的 烏蘭總統扎蓮斯基呼應歐盟的決定 認為歐盟接納了烏克蘭成為候選國 是烏克蘭獨立三十年來最重要的決定之一 決定不僅適用於烏克蘭 更是朝著強化歐洲賣出最大的一步 他應用 這個是烏克蘭的勝利 誓言國家可以擊敗任何敵人 重建 加入歐盟然後休息 烏蘭駐歐盟代表 琴佐夫就表示 烏蘭成為歐盟候選國 標誌著歐洲地緣政治的重大變化 歐盟委員會主席 萊恩就表示 這個是歐盟的好日子 再展示歐盟是團結的 是應該對著 團結來對著外來的威脅 加強烏克蘭和摩爾多亞抗衡俄羅斯 令歐盟更加強大 他又說 相信烏克蘭和摩爾多亞 會盡快推行必要的改革 以進入下一步的申請程序 好,恭喜贊燃司機 這裏講到這裏